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70年代间大时代背景下角色人物们的人生百态 在两个小时的影片里 作为观众的我们旁观着一家四代人的生离死别 爱恨情仇 看着一个冷漠势快的穷小子靠绝经起家 然后努力地压榨更底层的苦命人 用联姻来获得身份与资产 并意气风发走上世俗观念里的高位 成为人上人 爱系羽毛 鄙视下人 为维护自己固有的既得利益而打压阶级流动性 最终在时代自代常的大潮下 品味到富贵 权势 名望 皆宜梦 只有自己最不在意的人心与爱 才是人生真谛所在 他一生看世人如棋子工具 到头来回顾一生 却发现其实自己才是那个笑话 是个孤家寡人 之所以推荐此片作为本周讨论的主题 原因是 很多同修都渴望尽快地拥有与开启 与知能力和灵世神通 亲眼见证灵界与灵体的存在 渴望体验意念遗物 遥逝感知的灵觉 仿佛有了这些神通加持 自己的信念观念与人生经历就会顺遂很多 其实多数人并不知道 作为一个生而知之的人 其能力与人生功课的难度是成正比的 后天通过假死 宾死体验或顿悟修得神通的人 反而比先天生而知之的人更有福 因为在开眼前 可有机会先习三正道 之后再观种种人生剧本 不过笑谈中 有些修行者确实很勤勉 但就是始终如追悟中 内在感官怎么也无法开启 为此与同修比对时 很是苦恼 一个人是否在此生 可运用内在感官 去亲身体验内在实相 这一方面确实需要正确的方法反复练习 也需要角色我肯与内我配合 放下成见之强的阻隔 转念转信 方可无碍 不过有些人无法开启与运用一些高端的能力 是人生蓝图的布局 是角色必须全程经历避卷考试 而考题大到铺陈百年 最后作答 所以始终用心 却无法窥见天机 其实是对自己的庇护 更有在心性神智上都很稚嫩的 因为还没真的在身体灵脉 心理认知 神魂神智 这三个层面上准备好 若贸然直面更复杂的跨维度问题 面对非线性时空格局 面对多平行层的多重自我 面对多维度中的立体自己 会疯掉崩溃 在三正道没能真的理解且做到前 开启越多的跨维度感知能力 就越让自己陷入被动的乱局 正文 当推开尘封的大门 步入时光长廊回顾一生时的片刻点 记忆碎片又一次鲜活了起来 一生总是匆忙短暂 一切如白鞠过戏 昨日还懵懂 今日已老朽 以至于太多的人 根本来不及觉知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就已听到交卷的铃声 尚未了解到万物间的联系 就已勿议 只留下好像无法补救的遗憾与悔恨 暗自落泪 懊悔当年曾在意过的争执 时间的取舍 曾经年少还吹梦 一心只想往前飞 静远千山和万水 一路从来不能回 路人还收紧一缘 山不游击在天边 才明白爱很清楚 最想最痛是后悔 如果你不曾心事 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当我眼中有泪 别问我是为谁 就让我忘了这一切 啊 给我一杯忘情睡 这世间熙熙攘攘 来来去去 一次次的品媚着不甘与如果 往往只恨明白的太晚 又懂得太少 总是醒无得太迟 错过的太多 只希望我的万千文字 可帮有缘人找回出心 不再迷茫 日后回顾人生时 可多些能感动自己的骄傲 少些痛心的懊悔 人生一笼上的伴侣 缘分或长或短 各自带来不同的课题显化 不管是相助还是相商 其实都暗含启迪助援 哪怕不欢而散 或辛苦坚持 都当怀揣感激 珍惜彼此相伴的每一天 人生伴侣有时会因种种原因 阴差阳错 或彼此入胎时间上差异较大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 不愿百年好 只求伴君行 其实年龄差较大的伴侣 看似不能走到惊婚 但在实际中 同龄人结婚后能相伴超过十年的 不到半数 能到今婚的十不足一 人生的灵魂伴侣 其关键在心灵共鸣 神魂共振 与双方的皮囊性别无关 男男女女间 肉身的性别 其实与内在性别存在着巨大差异 柏拉图之恋 讲的就是琴瑟共鸣中的身心灵合一 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临界点上 不必拘泥年龄与生理性别的划分 我知道很多人在最初步入情感与婚姻时 都只是憧憬着单纯的美好 男人想要征服美丽的皮囊 女性想要被呵护 与获得安稳的富足 但当日子久了 再美的容颜身段 也有被看腻的一天 再好的身世潇洒 也有乏味的一日 男女都麻木于已有的理所当然 开始渴望走出舒适圈 去经历更多的闯荡 所以 当皮囊与家世都安稳后 就会更渴望 更关注自我的内在成长 灵魂躁动难安 渴望爱与被爱的共鸣 渴望被尊重 被看见 被赏识 被认可 如果此时伴侣不能及时地 与自己共同成长 无法满足此类的心理需要 就会在社会上寻求心灵共鸣 与相互扶持 在这一阶段 很想要找到与自己精神契合的 灵魂伴侣 甚至双生火焰 完成自我实现 甚至自我超越 如果抛开世俗的婚约 与心灵伴侣 双宿双飞 就真的从此能过上童话般幸福的生活了吗 是环境决定了自己的感触 还是感触决定了自己对环境的认知呢 或许两者都是 或许不过是风动 还是翻动的心动之争 全看是否在意 在意多少 爱时怎么都成 不爱了 干什么都错 谁不想自己的感情生活 顺遂幸福呢 可要知道 我们多数来此为人的目的 其实很单纯 那就是体验与学会 什么是爱 如何爱 怎么爱 甚至学着理解 被爱并非是理所当然的 天经地义 所以一路顺遂的人生 与感情生活 内在神魂会觉得 平淡如水 毫无启迪意义 于是总是想找寻些 不一样的味道 来刺激刺激 让自己可以真切地 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当神魂进入角色后 不管是出于 忘我的混沌状态 还是清醒的全知全觉 都会 也必然会 历经人生中的 种种坎坷魔力 这些大大小小的磕碰 犹如一道道试题 在当展开时 被触发展开 在应呈现时 显化呈现 每做完一道难题 不多时 又会出现下一题 让生命充实饱满 如果自己的解题方式 或化解方法 差强人意 那就会卡顿在某一问题上 来回打转几年 甚至几十年 几辈子 直到自己搞明白了 问题症结所在 并用不一样的想法 手段 展开行动 显化出不同的人生结果 很多人需要修炼几十年 才能开启自己的各种特异 大多数初学者 很羡慕那些 成功拥有了各种特异的人 更嫉妒那些天生特异的人 但天赋异禀真的是一种祝福吗 生而知之就能万事无忧了吗 与众不同是通往成功的捷径吗 透过这部电影 我想让那些修行只为尽早出功能的朋友们 能多一些可借鉴的感触 很多人说泄露天机是会遭天谴的 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 是对客观规律的总结 但并非是真实真相 因为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天谴 没有某一存在在思虑这一事情 但若有人过多的人为的改变 矩阵中他人的故事线走向 不管出于怎样的目的与用意 都会体验到电子系统中平衡法则 对当前矩阵的代偿性修复 简单地说 每个人包括自己 都有其人生规划和一系列生命蓝图中的计划铺陈 这复杂如珠网般的脉络布局 彼此联动 构成了精密的角色矩阵体系 为内在神魂带来当有的人生体验 与互动经验启迪 如果属于利用某种后台的权限手段 人为的干预自然的流转 在趋离避害中就会好心办坏事 在改变某些人生节点的走向时 引发蝴蝶效应 影响一系列宏观天平的摇摆 就好像孩子贪玩 上学前哭着求妈妈帮自己请兵假 不想去学校被老师骂 作为家长 你当怎么做呢 你帮孩子快速地写好作业 你帮孩子请假在家躲一天 帮孩子撒谎和老师说 作业写了但书包丢了 你去和老师说明情况 让老师别骂自家孩子 让孩子在家写作业 晚点去上课 直接送孩子去学校 让他挨顿骂 甚至受罚 好长点记性 什么是爱 什么是善 什么是慈悲的帮助 这种人为的影响力 犹如一干干稻草压下 迟早会迫使系统 做出代偿性平衡 常泄露天机影响他人的人 会因此生病 鸣 五蚕 虾 龙 雅 瘸 风 其家人也多会早妖 比如本片中的女主 她的能力 让她父亲的政敌们畏惧 在面对不对等竞争时 只好暗中下黑手 好维持系统的相对平衡 破坏故事举阵系统稳定性的人 会被举阵系统认定为 开挂的作弊者 所以不管是先天开挂的人 还是后天觉醒的人 在有能力阅读后台数据后 在有能力左右他人人生走向时 如何让自己学会闭嘴 是一门大学问 在知天小地后 你可以说大道理 劝人为善 可以帮人解惑 用禅语点拨教诲 但不可直接去教人做事 不可左右他人人生 更不可用这能力 破坏他人的剧本走向 启迪他人良知智慧 是一回事 直接三言两语 破坏了他人的人生蓝图故事线 是另一回事 从矩阵系统中 争回一条命 就要用另一条命去填 如果做不到 就要承受系统的反噬 让系统教你怎么做人 三则启迪性的小故事 佛堂一语 一个年轻人负责看守佛堂 他对神佛的冷漠很不满 甚至斥责天道无情 菩萨入他梦中说 给你个机会做一天佛事 年轻人遵照菩萨的安排 蹲在雕像后 等香客入殿 不一会儿 一位财主来上香 忏悔做生意时 亏了良心 求消除自己的业障 离开时 不小心把钱袋子 吊在了地上 躲在菩萨身后的年轻人 想提醒他 但想他为父不仁 于是忍住没说 过会儿 第二个人进来跪下说 帮帮我吧 孩子病了 没钱抓药 就要不行了 他祈祷完 发现地上的钱袋 非常高兴 把钱拿走了 雕塑后的年轻人 想提醒 钱不是菩萨给的 是别人刚丢的 但又想那钱可救命 于是忍住没说 第三个进来的人是渔民 要出海来求平安 这时丢钱的财主 回佛堂来找钱 看到渔民在 就认定是渔民捡了他的钱 非要渔民还 否则去衙门 渔民觉得莫名其妙 和财主争吵起来 这时 雕像后的年轻人急了 开口主持公道 对财主说 你冤枉渔民了 钱是被前面的一个穷人拿走的 你当去找那人要 众人走后 青年自诩做了好事 可菩萨开口 对年轻人说 你认为的是非 就一定是对的吗 那财主丢钱 本当破财免灾 穷人捡钱 可救孩子 渔民因和财主纠缠 会避开今天台风 可你插手此事后 财主动气去找那穷人 穷人的孩子没钱病死 财主被其父反杀 渔民顺利出海后遇难 三个家庭 只因你的一句话 就都毁了 你对 你对 你也对 俩人争法义之解 各自认为无措 相持不下 于是找师父评理 师父分别听后 只说 你对 你也对 这师父不是在活悉尼 而是不想卷入到 绝对的是非对错之争中 每个人在自己的层次上 看问题时 其角度不同 阶段不同 能看到的 能看懂的 是很不一样的 每个阶段上 都有其所是与所不是 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很多答案 其实都是自相矛盾的 很难说清楚谁对谁错 就好像在大学前 两点之间直线最近 在博士前 两点之间曲线最近 在博士后 两点之间对折最近 只是微笑 纪律大师责问大殿主持 供桌上的酥油饼 被小和尚吃了 你不管 被小乞丐偷吃 你还不管 现在连野狗老鼠都敢来偷吃 你还装看不见吗 大殿主持说 供养之物 本就是供养 有需养者 被其养育 才名供养 是你着相 有了二分心 还是你心中的佛 是个斤斤计较 小气的呢 你不见他 只是微笑 哪怕风 把长明灯吹熄 哪怕金桩剥落 哪怕香果凋零 哪怕金身崩碎 他只是微笑 一殿的佛菩萨 总是在微笑 从不开口 责难于谁 不是吗 被外境种种变化 所牵着 心动念动气动的 到底是你 还是他呢 若是你 为何来苛责我 若是他 那他之德 就不当着香火一败了 说完 大殿主持 一生佛号 转身走开 留下纪律大师一人 对着满电微笑的大佛 独自发呆 预知能力本身 是一个依托于直觉 比较早可被开启的能力 只要眉间三眼轮的前部 开通后 就可以预知到 所谓的未来 其实用预知这个词 本身是线性认知 自线性的产物 在角色人生矩阵的 同时性中 那尚未被角色 我体验成 记忆的未来 其实早已存在 就好像 你在看完电影前 影片中的内容 就早已存在一样 预知后续剧情走向 这个行为 本身并不会改变什么 也不会触发 代偿性涟漪 但如果因预知 而起心动念 并展开行动 趋利避害 对自己和他人 做了相应的干预 这干预的行为 哪怕是一句话语 都会扰动 固有故事线的秩序 引动 矩阵大势走向的 一系列相应变化 所以 能看见未来 本就是 或服相依的一件事 看见是一回事 干预是另一回事 看见自己 或他人的未来 仍然能自然而然地 做闭上观 是门大学问 能说什么 什么时候说 能做什么 怎么做 何时做 这分寸多少 言行技巧 实际把控 都是学问 多一分 则会月祖带袍 坏人根本 少一点 又不足以点名灯塔 引路破障 可以说道理 听不懂 听不进去 那是实际未到 心智未熟 不可以说 具体要怎么做 那样会有如 枪手 带达试卷 会内寻到心 而引人 外求外起 依赖外力 三眼轮 分前后两条通道 前在印堂 后在整骨 开启前边的 可以获得预见力 开启后边的 可以了知 过往阴游 如果在开启了 前后三眼轮后 再学会解离静观 不为一己私愿 裹挟入更深的 红尘是非 就可以有足够的能量 去冲击顶轮 在三花灰顶后 开启头上虚空中 三寸处的第八轮 乃至第九脉轮 那时就可借此 与万有一体 意识连接入 缥缈的意识万维网 做到无所不知 头顶有金色大光明 可了知 显影间的各种 多维联衣 理解种种遭遇间的 彼此关联 知道各种体验背后 那些深远用意 都涉及到了哪些功课 又是为了怎样的 蓝图铺陈 如果你真的 知道了这些大道 也就知道了 而一个知道的人 会变得很小心 因为理解了 人生中从来就没有 什么所谓的 偶然与意外 更是懂得了 每个经历 都有其必要性 都蕴含着 其神魂渴望体验 与理解的相关启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不曾心碎 如果你不曾心碎 并不会鬥了我伤悔 当我眼中有泪 觊问我手为谁 就让我忘了这一切 给我一杯勿 Johnnyمن Lower 和我意也action 所有真心争 aquele езarlene 它的风吹 付出的爱цев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